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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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老 那个手整个脚这样 会不会打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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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现在进去啊 我现在进去啊 OKOKOK 這次是 赢 哦 海嘴 数字 呢 是 也就是 是 弓弓弓呀 也是 也是 而 哎 这样子,不要,不要 快点,看下来看下来我们选这个,什么时候选什么可标啊 诶,这个retail不错哦,哪里滑滴交哦 哪里滑滴交哦 没该要pass了哦 快了快了快了 诶,卫生,上课哦 卫生,走哦 走啊 诶,打完只要你去喝茶没有哦 蛤,你还要喝茶?你还不用上课啊 我吃饭哦,上手摸东西哦,你开玩笑啊 first week,first week也是有attentance嘛 没有人去的啦,first week,我教你怎样算啊 通常一个semester都会有14个星期 add and drop呢,通常都会在第一个星期开始 所以你要把你的科目 drop掉 然后第三个星期add and drop的最后一天 你必须去加回你要的subject 然后你就这样轻轻松通过了三个星期 换句话说呢,第四个星期你就得乖乖去上课 顺便去找一下你的assignment group member 好歹也要让人知道你是做事紧紧有条的嘛 也要留个好印象啊,对不对 然后第五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 当然农历新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通常都不会去上课 所以你在第五个星期里面你会缺习两堂课 然后你就这样轻轻松松到了第六个星期 这第六个星期呢你就必须去上课 因为big7呢,老师会给midterm 所以你要乖乖坐在班上等老师给tips哦 至于第七个星期呢,你就每天必须熬夜的念书了 就卡好你的midterm 这样呢,你就可以帮你的final而铺路 这样你在final轻轻松松啦,16分就这样过了嘛 当然毕竟你连续熬夜换了的好成绩 当然是会有代价的 然后我也帮你想了 可能你在第八个星期你会来个生病 这样第八个星期你去拿出你的MC收给老师看 然后你不怕没有attendance 然后你又可以在家休息多一个星期 休息过后的第九个星期你即将会开始很忙 你必须乖乖的去学校上课 然后跟你的成员们讨论一下你的assignment 然后你得回家赶紧把你的assignment做完 毕竟你是一个临时爆火脚的人 难免会有辛苦一下 好不容易呢,你就到第十个星期 然后你要把你精心熬夜的assignment交上去 然后再继续的去上课 所以第十一个星期你要去为你做的assignment 来个presentation 至于barlis呢,通常都会在第十二个星期处 但是你还是要去大学听老师给的tips啊 因为毕竟final你还是要考啊 所以第十三十四个星期你可以尽情的去吃喝玩乐 直到考试前一天 你必须尽你所能把这整个semex的东西 一晚之间把通通背上来 然后考试的那一天 你尽你所能的把你会的东西都写出来 总之来说 从头到尾你只是确实了两堂课 你还有98%的attendance 但你还担心什么 我给你戴过去秋天 我就想数一下 你给你戴过去 你回答 你带我去说 你带我去 你戴过去 我给你戴过去 你戴过去 你戴过去 我就是要戴过去 你戴过去 你戴过去 我戴过去 你戴过去